多謝主席 主席 牽涉到這麼多重大的立法原則 和法律基礎的法案 這個這麼重要的法案 可惜很少議員感到興趣 今天會議廳裡的人數寥寥可數 主席 2010年法律適應化軍事提述條例草案 內容是修改現行法例裡面有關英軍 或者女皇陛下之類的字眼和用詞 是按照法例第一章 就是《適義及通則條例》的第一章 已經訂立的定義 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央人民政府等等的名稱和措辭 要來反映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 香港新的憲制身份和事實 所涉及的香港法例 一共有85條之多 主席 本人已經在法案委員會裡面 再三指出 用法律適應化的手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完全不適當的 正如剛才葉國謙議員已經指出 適應化其實就是用一些代名詞 或者是很接近的代名詞 去處理 去改變一些名詞 所以對法律其他的部分完全是不涉及 但是殖民地時代派駐香港的英軍 回歸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派駐香港特區的香港駐軍 無論在性質和憲制地位上都有很大的分別 英軍在英國本土的法律地位 和適用的法律原則 它是一個軍主的制度 它是女王的軍隊 所以說是女王陛下的軍隊 Her Majesty's Forces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 是有很大的分別 而這些分別和歷史上的原則和事實 其實影響我們了解這些 回歸前的香港法例的意義 你用新的名詞 代入舊的法例 其餘照舊 這種法律適應化的方法 其實是勞民相財 是沒有必要的 正如葉國謙議員 正如已經解釋了 因為如果你說過意義的說話 你現在的法例有英軍女王陛下 這樣在法例第一章附件 已經說清楚 說在回歸之後的法例是有什麼意義 所以是沒有需要的 但是勞民相財 因為處方都用了很多年 回歸後十幾年去做這個法例 而且不單止它是沒有必要的 而且對改善法例是毫無好處 反而經過這個適應化之後 我們的法例會多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條文 去損害法例的尊嚴 我解釋一會兒 或者我在委員會階段說詳細一些 但是現在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法例第二百章 刑事罪行條例 這個就是草案的第五十款 大家都很熟悉的 這個刑事罪行條例的第一部分 就是講叛逆的 就是叛國、顛覆、這些這樣的 對不起,顛覆是沒有的 就是煽惑這些罪名的 現在我們就要去修改了 就是要適應了 這裡涉及適應的就是講軍隊那個部分 人民解放軍那個部分 我們去到人民解放軍那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這個第六條的煽惑叛亂 就由勸有英軍成員放棄 職責及放棄向女皇陛下效忠等等 改為勸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 放棄職責及放棄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 第七條煽惑勃叛叛 又是講這個勸有 原本勸有英軍放棄職責 或放棄向女皇陛下效忠的 現在就變成勸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人員 放棄職責 或者放棄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 這是第六條和第七條 但是第二條是什麼呢 叛逆就是殺死或傷害女皇陛下 或導致女皇陛下 身體受傷或禁責女皇陛下等等 第二條 第三條 叛逆性質的罪行 就是廢除女皇陛下等等 第四條也是 主席我無謂逐一讀出來 只是說這個法例 第二百章裡面 關於那個傷害國家 就是叛國這些罪名 我們頭五條是講英女皇的 是講女皇陛下的 第六第七條 忽然間有一些人民解放軍在那裡 那你說是何體統呢 主席另外一個重大的 違反立法原則 就是法律不是玩弄文字 而是對一些情況、事物和人 作出一些實質的規限 我們現在85項的法例裡面 是包羅萬有的 包括我隨便舉舉幾個例 領港條例、退休金、公安條例、刑事罪行 甚至天星小輪有限公司的負例都提到 我們未能把握到 我們打算規管的事實背景和效果 是不應該立法 包括是不應該修改法例 除非這個修改是毫無爭議 譬如由港督變成行政長官 這些是沒有什麼爭議 但是那時即使港督會和行政局 應該是怎樣做法 我們都看得很小心 所以以前我們做法律性認化的時候 我們要有些有關部門的官員 來解釋給我們聽原本這個法例 想規管的是什麼事 它規管的是什麼事 讓我們了解到 如果是所謂適應了之後 是不會影響那個法律 和那個法律推行起來 是不會出現一些很不妥當 很不合理的情況 但是在審議這個草案裡面 議員對於英軍 解放軍的香港駐軍 以至到那85項法例的條文 的實質意義 那個認識真是很少 我們連說駐軍有多少人 是有些什麼分開什麼東西 讓我們了解這個駐軍人員 是什麼東西 原本那個英軍 是說他的officers officers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英軍裡面 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我們想知道那些英軍的officers 和這個駐軍的人員 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們這些事實的資料 都沒有辦法得到 所以你完全對英軍駐軍 以至到法例的條文 你另講是為什麼 遺產這些是什麼 實在是很複雜的東西 你完全是沒有什麼形式 就貿貿然將這個逢經 適應做馬糧 你說多啞煙 主席 其實正確的做法 是應該照正常的修改法例的方式 將已經失時效的 有關英軍的條文去廢除 然後按照基本法第十四條 以及已經再列在 基本法附件三的駐軍法 如有必要去修改現在的法例 才是名副其實 在香港法例裡面 正式地反映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 主席 或者大家去看看 其實基本法第十四條 已經是非常完整的 告訴我們回歸後 究竟我們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主席 第十四條 基本法第十四條 是這麼說的 中央人民政府是負責管理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是負責 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分得清清楚楚 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防務的軍隊 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必要時 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 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駐軍人員除須遵守全國性法律律外 還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駐軍費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如果我們去看駐軍法的時候 駐軍法是很完整的 它將香港整個駐軍在香港的任務是什麼 有些什麼一定是要它主權在它的手上 要它去負責 有些什麼是由特區去決定 有特區和駐軍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什麼時候需要磋商 什麼時候要互讓這些 是捨得清清楚楚 主席我簡單是正是提駐軍法的第七條 它是這樣說的 我引述 香港駐軍的飛行器、艦船等武裝設備和物資 以及持有香港駐軍制法的證件或者證明文件的執行職務的人員和車輛 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人員檢查、搜查和扣押 接著 香港駐軍和香港駐軍人員並享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和豁免 即是說有些是明文寫了出來的 是不到你去管理它的 不到你去插手的 但是其他的那些就是看你香港實施的法例 香港實施的法例 主席是時不時會改的 所以就按照香港實施的法例 它就享有我們特區的法例之下的豁免權 然後就在其他的條文有說 如果我們是修正法例或者訂立法例裡面 有牽涉到香港駐軍 就要和駐軍是磋商的 所以主席已經寫得很明白 為什麼我們那些官員 反而就要把舊時英軍的那些特權 豁免在那個情況之下出現的東西 就硬硬逐樣 刻意保留下來說 扣給香港駐軍 主席 另外一點就是更嚴重的錯誤 就是我們這個條例的草案 採取的準則 是近乎機械性的 利用這個法例第一章 保留過去殖民地式的女皇 官方所受的特權和豁免的 所謂Crown Immunity 這件事 但是其實所謂Crown Immunity 即皇室豁免 這個已經是過時 在很古老的英國的時候 還是軍王在一種神秘物體的時候 這個就是 軍主是不錯這個原則 他享有一些豁免的權力 我們無謂去說那些 但是隨著他們的國家的法例 發展的時候 他們已經有很多的法律 特別是他們的Crown Proceedings Act 就是說那個女皇陛下是不會錯 但是他們的大臣 每個人都可以告的 是用這樣的條文 令到行政當局 不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但是我們就掛著 逐一去豁免了別人享受的豁免 就忘記了別人 是有一個從豁免那裡走出來 是受到法律的制裁 其實我們一錯 最初的時候 就已經錯在我們那個法例第一章 法例第一章的問題是什麼呢 法例第一章那裡 我們現在說的Crown Immunity 官方的豁免權 但是以前回歸前的法例第一章 對於Crown 官方這個詞 是沒有定義的 但是回歸之後 就趕快把第一章 將Crown 官方變成國家 我們在法例第一章的第三條那裡見到 就說國家是包括些什麼呢 它就有定義出來 就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等等的條文 然後還有就跟著 就在這個副表8那裡 就講明 在任何條文裡面 對女皇陛下皇室官方等等 這些這樣的提述 就會演繹為簡述而言 中央人民政府 所以由女皇 即皇室的豁免 變成中央人民政府的豁免 應用起來我們就有很大的問題 主席由於時間關係 我不能夠詳細說 在華天龍案裡面 就是一個廣州打撈局的打撈船 華天龍號 當它履行一個商業的合約的時候 對方要告它的時候 要扣押這個船隻 當然在香港的法庭 就會說因為中央人民政府 是有一個豁免權的 這個豁免權仍然存在 所以就說我們是無權扣押 這個引起法律界和法律學者 很大的回應 主席我只能說到這裡